西汉姆连可以说是英超的一支老牌竞旅,上个赛季西汉姆连排在联赛的第13位距离降级区并不算远, 这样的战绩让聚乐部高层也是十分不满意,所以在下窗转会期间球队引进了昔日的英超名帅佩莱格里尼,佩莱格里尼在英超的执教成绩十分出色,带领曼城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凭借这一资本,他加盟了中超新土豪和北华夏幸福,华夏幸福高层在请来配工后,还按照他的眼光,引进了拉维奇以及埃尔南内斯等世界, 集球星希望能够复制恒大在中超的成功,但是宇愿为智利人并没有在中超取得实质性突破,本赛季一初带队经历连败后被球队解约,随后在英超的西汉姆连重新就业,智利人曾经执教过满城队并且战绩上加,对于西汉姆连来说他无疑是最佳的人选, 目前英超联赛已经结束三轮,西汉姆连出人意外,得以四连败的战绩排在联赛倒数第一位,这在赛季初是谁都不会想到的,糟糕的战绩与配工不无关系, 此前在华夏幸福执教时期,他的战术就遭到了所有人的质疑,现在在英超他仍然没能摆脱这一点,世界名帅俨然已经成为了过去,如今四连败的事实已经摆在所有人面前, 这位老帅落后的战术打法以及顽固的思想,都让他的职教生涯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现在的西汉姆可以说给全英超出了一道送分题, 当然对于佩莱格里尼来说英超的职教生涯更是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个曾经的中超神帅如今亦彻底跌下神坛, 西汉姆连的四连败中虽然有面对利物浦利物浦这样的强队,但也不乏伯恩茅斯这样的英超宝级球队, 矿鞋球队在夏季转会期间也是花了近亿亿欧元印尽强元,如今佩莱格里尼却无法带队展露出昔日的水准, 难免有些肯曼城老本意思,或许本赛季西汉姆连真的要降级了, 无论是在河北华夏幸福还是在西汉姆连,智利人都没有带队踢出他一人人民币薪水的身价, 目前新赛季的三连败以及倒数第一的战绩让佩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华夏幸福战绩逐渐开始有起色的时候不知道西汉姆连的新赛季首胜还要有多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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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